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公式 或者一定会有的元素 我觉得共同的东西就是难关 一定都会有难关 而只要能够突破难关 就是精彩的故事 我们今天第一个主角 他遭遇的事情 一定都会让人想问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么惨 的确在妈妈的头七那天 他遇上了车祸 结果先生过世 两个小孩重伤 而他的公公因为这样的打击 难以承受而崩溃失智 他的小叔也生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不但咬牙撑住这个家 还把公婆的幼子园 中到得奖 所以说这位单亲妈妈 突破难关 创造出看到她的勇敢 也活出了精彩的故事 我不能哭 我是阿佑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我自己是阿佑 就是一定要 我没有别条路可以选择 白柚树是他撑起 一个家的希望 也是对先生的承诺 哪一棵树是我跟我先生聚的 哪一棵树是我跟他扶的 说记得很清楚 可是我不敢去想 但是我只会跟他讲 我都会跟他说我回来了 还有我 然后我也跟叔叔说挺我 就像以前你挺老板跟挺我一样 你要挺我 过去张金雪和先生都在外地工作 只是假日才回来台南麻豆 帮公婆打理柚子园 现在的她是专业农夫 一个人要照顾好几区的文旦园 和白柚树 我回来要接的时候 那宿舍很弱 你会觉得好像他 要告诉你说 这个主人都不在了 有一种痛难以言喻 七年前的某一天 张金雪刚送走妈妈 却迎来生命中另一个打击 去参加妈妈的头七 要赶回来带孩子回来看阿公 所以就在高速公路发生了意外 先生当场就忘生 然后 当然她小孩子就 一个整个眼睛都没有 然后后来她手术就单脸 头皮跟脸这样子 就缝了三百多阵 车祸的猛烈撞击 让两个孩子单眼都几乎失明 其中小儿子状况遭到医生都犹豫 是不是该放弃 另外一个也受伤 那先生又不在了 然后这个孩子如果救起来 是我一辈子要背的 那到底要不要去救 夫妻俩都是苦过来的 为了一个家 他们拼了命的工作 出事前一个月 大女儿替他们拍下 难得出游的合照 地点还是离麻豆不远的安平古堡 其实我看了一段 大朋友很难过 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房贷付完 我们结婚十多年 没有去外面做去哪 去连度命业都没有 你懂什么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家 先生承诺等孩子大一点 就带她到北海道看雪 过去那个平凡小日子 原来是那么美好值得珍惜的 她的世界崩塌了 不到几个月头发全白 人也瘦到只剩三十几公斤 全身发抖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在我这个身上 怎么会是我 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那时候很难过的时候 我哭到 那个眼泪流下来是会痛的 整个脸都是痒的 然后哭到这样 你觉得你的眼睛好像在 不是流眼泪是流血 然后我还发现我 很多东西字看不到 更糟的是公公痛失爱子 精神崩溃而失智 再也无法务农 一年后张金雪决定辞掉工作 带着孩子跑医院 边替夫家照顾幼子园 公公那么老 然后先生也走了 然后我如果不回来务农的话 我如果不回来承接的话 那还有谁要承接 有些人会讲说你就是卖了 你还是可以养小孩 就是过一般人的生活 可是我会觉得说 我不服 我要向老天爷抗议 因为你给我的是一个 完全富潮无完卵 你给我那么大的伤害 我要做给你看 不像现在梳花剪枝 都难不倒他 那时他拿起锄头 想整顿荒芜的果园 却不知从何开始 头几年树养不好 产量也很差 下雨的时候它透气性不好 水就渗透不好 然后容易就会暖 他请教专家去改良场上课 到别人的园区实习 才发现麻豆南北方土质不同 这里没有比别人优厚的条件 他就想办法自己创造 因为那时候拿起锄头 然后土很硬 所以又会淹水都死掉 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做了抽水 素水的 然后之后草皮重新直草 一颗一颗这样直草 有一些专家他又认为说 草可以增加有机质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 我就拿了一块园区来做 那我不做我永远都是人家讲 那个不好就拿 那我没有去突破 我没有去超越 然后你就是跟别人一样 他想赌一把 花了两年想尽办法增加有机质 改变土壤地利 种草被人家骂 然后买了这条除草机人家也骂 因为种草了干嘛还要再买除草机 种草是因为我要让土壤比较好管理 然后增加它的有机质 那除草机是因为我没有在喷农药 那我不是把它除到说连根拔起 我只是要让它保持一定环境 对就这样子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是要除草机 从不会开车到现在 可以开着除草机到处跑 有人劝他其实不用那么累 大可以离开夫家找份工作 专心照顾孩子就好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我的事 可是对我来讲 那个都是根深在我的心里面的 不可能说 你可以在外面吃香喝辣 然后到这里这样丢老人 或丢这个田这样子 我觉得那 那我做不到 我宁可跟他拼 我可以 我可以跟我的田共生事 要忙的不只是顾好柚子园 他还要抽空带小叔就医 打点他的三餐 吃饭的 原本是出车祸 对 然后他就已经就是脊椎有受伤 本来就身体就不是很好 对 走路就是爱划拼 中风之后就更难 因为就一半边都没有力气 七年前先生出事时 张金雪要照顾失智的公公 身障的小叔和两个重伤的孩子 他心力交瘁也曾想过放弃 但想到孩子当妈妈的心软了 连走上绝路的力气都没有 只要他活着 我就一定要救 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丝的希望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还去跟我先生讲说 帮我救那个孩子 那是我赢的 我知道你有很多不甘愿 可是你都走了 那是我希望你能够在上面 尽你最大的努力帮这个孩子 只要他活下来 王家的一切我都让你承担 他向先生许下承诺 咬牙面对老天出的难题 我把我的树 我都把它纳进来 就像我们都是 跟我的孩子一样 我是看待他们这样子 包括我的孩子跟我的幼子树 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我的家人 因为事实上我也没什么家人 大白幼成长期间 他不怕麻烦 细细地替上千颗果实套袋 没有喷料的时候 你那个果蚁会来钉 东方果实银 所以你就保护起来 它就不会钉了 所以要套袋 这样子出来品质会比较好啊 而且每一颗 你被钉了之后就损害了吧 乌农本来都这样子啊 各个都是薄耶 有些人不知道都这样包 你就这个雷啊 雨水里面都是水 然后出来它就会丑 所以你包的时候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这样子 一个再下一个再上 然后这样捐起 他把文旦白幼品牌化 努力通过产销履历验证 甚至二度中出得奖的文旦 可是人家会觉得说 不是中第一名啊 你也好够的 可是对我来讲是 因为我有 可能我要比别人更努力 我才有几天 所以我很珍惜 他没有志得意满 文旦得到肯定之后 努力推广这硕大多枝的大白幼 每回交出成绩单 就让自己归零 重新找出新的问题 为什么要打什么理由呢 是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要去调整 你的步调 如果你自满 你永远都不会去进步 他停不下来 把自己逼得很紧 却不再消沉忧郁 因为他从没忘记当初对先生许下的承诺 我一直说你会在天上看到我 我帮你做得很好 让你很有面子 我把你们家王家这一块牌 我帮你打亮 我就这样跟他讲 这一路上困难很多 一开始甚至还有人怀疑他 是不是对夫家的土地别有用心 身心俱疲的时候 总有一个力量会支持他走下去 我也梦到他蛮多次的 包括小孩子去开刀什么 我就梦到他跟我拍拍肩膀 跟我说孙女啊 没什么事叫不要担心 张金雪带着姐弟俩踏上北海道 这是先生在离世前的最后愿望 而让他欣慰的 是两个孩子在挫折中学会体谅 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密 他说你把你自己照顾好 我只有一个妈妈 我不要当弟弟的妈妈 请你记得 然后我就觉得他才那么小的 小女生跟我讲 我觉得就好感动 所以我就不怕他会变坏 所以我觉得我每次 我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就想到小孩子跟我讲的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没有什么我站不了的 我站不起来的 即便受到很大考验 却也得到不少人帮助 当初失去左眼的小儿子 因为一个外国人的无私捐献 让他的外观得以和平常人一样 现在的张金雪 也想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他决定捐出25%的文旦所得 帮助弱势团体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如果你没有站起来 你就永远没有机会 你就被你的命运打败 等你东西又做顺了 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 会帮你的人会非常多 在人生困境里 要怎么转念走下去 总是说得容易 多年来他靠着疯狂工作 不断地自我对话转移伤痛 老天爷他会在惩罚每一个人 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都看到那个能不能 有这样子的一个战斗力 那你他给你可能就是伤害100分 可是他觉得你你站得起来 也许他就是选对 他选到别人可能就会疯掉 然后可能就会走了 可是你没有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都能够站到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女生 那为什么我们不行 你知道吗 你就会带给很多人正能量 从一个躲在先生背后的小女人 到肩负起一个家的单亲妈妈 这片柚子园 不只是张金雪填饱肚子的事业 也有着对先生的思念 对家人的爱 和绝不轻言放弃的勇敢 爱的意念如此坚强 竟然撑出这么大的能量 把逆境都转过来 另外一个故事 也是老天爷给的难关 台南卖牛肉汤的小店 在努力经营的同时 结果这家人遇上了 女儿的白血病 让全家人的步调都乱了 这个时候夫妻之间的协调 生病孩子的照顾 还有另外一姐姐的成长 以及这个小店的生意 其实都是难关 也靠着全家彼此之诚 大股蔬菜熬煮 也是放一点月桂叶 放一点草果 就是一点那个香 比较可以提味的这种香料下去熬 美味是靠时间熬出来的 搭配六小时内新鲜上桌的温体牛 才能成就一碗暖心暖胃的牛肉汤 这是台南不能错过的一道风景 也是李宇航谷底翻身的机会 其实我们牛肉汤的话 我不熬内脏 所以我们的牛肉汤 是比较不会有腥味太重的 十几岁就进入餐饮界 李宇航西餐起家 中式餐厅历练过 也开过不少店 却因为不懂得控制成本 最后都负债收场 真的时机不到的话 做什么都失败 但是生意是好 不是不好 但是就是不会赚到钱 很奇怪 八年前 一位牧师朋友情意相挺 凑了钱帮助李宇航来到台南 在家乡附近和太太 一起开启小餐馆 主打的是中西合璧的创意料理 皮肉丁的话就是皮质的部分 它有丰富的胶质 丰富的胶质的话 我们先把它的油 把它给逼出来 炸出来 入口即化的肉丁 还要和卤汁结合入味 即便这只是让客人 免费取用的配角 李宇航却也不马虎 反复实验好几次 当初肉燥的口味上问题 我们会迎合客人 所以我们就 人家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人家说个比较甜 我们就弄甜一点 弄咸一点 或者是加什么香料 或者加了一大堆 到最后味道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一开店就受挫 让人乱了手脚 但李宇航实事求是的性格 让这道平民小吃 成了美食平台票选的 十大好吃卤肉指标 小店熬了三年 渐渐站稳脚步 但一家人还来不及开心 却传来噩耗 当时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讲说 他的血 那个白血球的指数 血液的指数有一点异常 非常的异常 当时三岁 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女儿 双腿突然痛到无法走路 急忙送医才发现大事不妙 小女儿被检查出 得了白血病 催疹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 在那个医院 那个走廊上面 那个眼泪 就像下雨一样 我不晓得要说什么 我只是跟上帝讲说 上帝你今天跟我 对不对 给我女儿这样的情形 我只要求 我只向你说 你这一辈子你要照顾她 不然的话 我真的心 我真的很不甘愿 擦干眼泪面对现实 这是场不能打输的仗 李宇航边雇电 边带着女儿跑医院 小小孩子化疗住院折磨身心 连生日都只能在病房度过 为了逗孩子开心 做父母的打起精神 愁苦摆在心里 对 我们两个一起去吧 好 对 妈妈 好 好 妈妈 妈妈帮你帮她 你看一个瘦小的背影 妈妈帮她 就拖了那个行李箱 那个背影 心里看着真的是很不舍 我又不能不回来做生意 所以那时候 很多是拉扯 化疗的孩子胃口不好 做爸爸的很着急 怎么做了一辈子 美味料理给别人 却无法打动孩子的胃 她的里面的果肉 做一个一道料理 让她可以比较 不会那么挑食 她喜欢吃的东西 这样子会比较 吃的东西比较多 营养比较够 有的食材会相互冲突 你像那个 像糖醋这个东西的话 它跟柳层就可以结合 幸好和病魔抗战五年 小女孩病情渐渐稳定 现在已经是十岁小四生 古灵精怪也透着早熟的沉稳 即便肚子饿了 也不吵不闹 会等爸爸出完客人的菜 才乖乖吃晚餐 祷告啦快 今天来主耶书 谢谢你 吃个我们丰富的食物 谢谢你 让我们吃得饱足健康 平安 祷告奉愿说明 小阿们 我里面她很喜欢 喝我的牛肉汤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 都会带牛肉汤去医院给她 有一次我老婆 她我没有拿过去 我老婆去外面 去北家店 她一拿回去让她喝的时候 我女儿就知道 这个不是爸爸煮的牛肉汤 这也是李宇航最得意的事了 但这些年 夫妻俩忙着照料小女儿 忽略了姐姐也需要陪伴 小六女生的心思 全藏在她的图画里 画作里不是一个人 就是在欢乐气氛中苦着脸 我当不再大一点点的时候 就了解了 然后正在之前就是很疑惑和生气吧 夫妻俩在内疚中煎熬 试着找平衡点 最后是妈妈带着姐姐陪着住院 让她学着感同身受 用智慧化解姐妹间的小情绪 因为知道如果李宇航没有被多关心的话 或是直接把她放在那里的话 她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她可能就心里会想说 明明是我在生病 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管我 即便现在还会吵架斗气 但姐姐也渐渐了解 妹妹生的病真的很严重 要承受这些也确实不容易 然后你之前有一种疾病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我都想要忘记 你想要忘记 对 我们就把它忘记 往前走就好了 对不对 小小孩子虽然害怕 却是勇敢的 他努力配合一切辛苦治疗 做了好榜样 他这样打完了 打完了 另外一个小朋友 要换他打就会哭嘛 因为那个真的很痛 然后他就说 好啦不要哭啦 你就加油 我已经打完了 你也要加油 做父母的问自己 能不加油吗 那时为了照顾女儿 餐馆总是开开关关 就怕影响生意 李宇航得想办法 找出一条活路 就一直在挑战自己 而且说实在 我看到我女儿 那么勇敢去对抗病魔 自己撑过了那么久 我说实在的让我 说实在有时候 想到半夜没办法睡觉 我也下来网路去搜寻 去找菜单 去找灵感 他画下草图 构思梦想 中式料理和西式摆盘 要能不违和的美好呈现 这是得靠好几个夜晚的 脑力激荡 在我这个本子上面 有很多草图 就是我的概念而已 不是说画 不是一定要把它画得很漂亮 但是就是有一个概念 短短两年 他至少创造出 两百道风味料理 拍照贴满餐厅墙面 我说实在 我是蛮感谢上帝 让我在这个地方 给我这个舞台 让我可以把我所学的 把我所学的 从菜里面 从创意菜里面表现出来 李宇航也常在这过程中 显示内心软弱的部分 许多激励人心的话 也像是对自己信心喊话 女儿生病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种感触的话 我就会把它写出来 就财富 跟健康也很有关系 就是你有财富 但是没有健康 就是其实都没有用的 他就做起了一个 像是将军一样的一个责任在 然后我们就是跟着他一起打仗 打这场仗 夫妻俩一个掌勺 一个照顾孩子帮忙采买 不必说话 也能感受彼此默契 但过去的两人 可没那么合作无间 直到孩子病了 这一切才有了变化 有一次我刚好烧一个热油 然后他不知道那边有 整个都淋到他的脚上面 整只脚 整只小腿都烫得到 他只是上来赶快冲人 所以换一件裤子 因为当场是有客人 赶快炒一炒 炒完以后才去药局买药来服 也没有办法去上医院 淋到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把裤子先拉出来 让那个油不要淋在皮肤上面 做太太的这时才明白 这个说话急躁的另一半 为了撑起一个家有多努力 你知道那个 他怕我们这边的肉没办法笑 就拿那个牌子在人群之中 说牛肉汤 这边有那个牛肉汤 所以那时候就是会慢慢的 让我感觉是说 让我也是蛮感动的 肯吃苦有担当 夫妻俩一起走过风雨 面对生命低谷 许多争执现在看来不再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大人 对不对 为了一点小事情争吵什么 说实在的 那小孩子这么痛苦 这么难过 他生病这么痛苦 每天打了那么多针 他这样子不断地持续 一天一天的过去 他有这么 他那么勇敢再坚强分下去 我们大人还在那边争吵什么 因为一个人再强大 也受不了多大事 那我们这个家是要一起合作 才可以把这个家一起撑上来 因为我们毕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一场病让一个爸爸肩膀更厚实 一家人关系更紧密 他的料理有着守护一个家的满满心意 难关真的好难 但难关撑过了就是精彩的故事 广告最后继续带您看的 也是一个让我们感动的爸爸 他带着两个自闭症的双胞胎儿子 坚实陪伴的故事 这是一条困惑的路 你永远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但是你要知道 要回到最初 我这辈子应该只要做一件事 这是好好的照顾他们 我自己是这样设定的 这样就够了 这样我也会很开心 他们也会很开心 在我们报道过的故事当中 这个爸爸的能量也很惊人 他的难关也很难 他有两个双胞胎儿子 都是重度自闭儿 在小学的年纪 不论是语言情绪跟学习上 都有障碍 这时候单亲爸爸觉得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陪伴 所以他放弃了他原来的事业 而是改用电商卖小吃的方式 维持家境 坚持他要专心陪伴儿子 因为我本身是学艺术跟设计的 就是比较自由 以前就是教课可能有学生的时候我就去教课 那没有学生的时候我都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收集资料 然后阅读 然后画画的事情 然后自己创作 这是赫江爸爸还没有变成爸爸前的生活 画画 教画 写生 有时也打太极拳 年轻时接触这些陶冶性情的记忆 当时有人笑他 怎么都学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自己是经常做一个练习 就是我自己会在小孩子睡着之后 好不容易让他睡着之后 然后我自己会静下来 然后可能放空什么都不想 放轻松 那阅读越好 然后或者是 像我有打拳的习惯 那还有就是画画的习惯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能量 就是可以让我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 需要平静 因为照顾孩子用很多体力心力 赫江爸爸的名字赫与江 是从双胞胎儿子名字各取一字 两个小朋友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 赫江爸爸的生活变成绕着孩子转 收起自己经营的儿童美术班 变成单亲爸爸 小鹤小江一个睡眼心松一个在赖床下 这个看得到合的家是爸爸亲手布置 书包水壶图卡都在固定位置 感觉安心安稳 敏感的自闭症孩子需要很多稳定与不便 这是弟弟 爸爸一定比他们起得早 已经在厨房忙了 有一个漩涡的是弟弟 两个漩涡的是哥哥 等爸爸哦 早餐是香肠加法国吐司 方便孩子吞咽 一打二的日常 曾经忙乱现在已经从容 诶 捏起来了 这个 好 去外面坐好 去外面坐好 等爸爸 去外面坐好等爸爸 去外面要 等一下吃吃棉被捡起来 棉被捡起来 棉被捡起来 重复的话一再地说 小鹤小江的口语能力至今还没出来 他们刚被确诊时 鹤江爸爸急于找答案 查资料 为人找解放 爸爸在煮东西 来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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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被捡起来 你没有捡起来 我其实一直被困住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因为其实 产前该检查的都检查了 但是 出来了却是这种状况 那其实很难接受 那大概 有半年一年的时间 变成都是在 在上网查资料 或者是一直在 在寻找如何解决 如何让他们可以获得改善的方式 后来才明白 自闭孩子起初的意识 是觉得语言不太重要 以为不必说 外界也能了解他 他误会了 其实大家都不了解他 等到孩子踏出家门 挫折与困扰就随之而来 自闭这个孩子也有情绪 说不出来 所以学校和家里都教他们 用图卡与手势沟通 比如说 你在闹情绪 那你为什么生气 那他可能 我要吃东西肚子饿 那可能 这比较快 手语比较快 那可能他要闹情绪 可能是需要拿到上面的东西 他拿不到 帮忙 快 可以 你可以 腿圈圈 转一转 转一转 来 头 手手自己出来 手出来 对啊 这边 穿穿 好 拉起来 拉起来 刷牙 来 刷牙了 走 先坐着 坐着 我们要刷牙了 刷牙 好 你去拿刷牙图卡给爸爸 刷牙的图卡 刷牙的图卡 对啊 他们的状况非常的多 怎么去处理一些 完全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办法 就是平常 就是我会 静下心来 去想一些事情 那 每天都要有这个时间去平静 你才有办法消化他们的情绪 现在他已经可以平心静气 重复两遍 哄刷牙 孩子两岁前 何江爸爸很难如此平静 从早聊到特幼到小学特教班 该有的学习都没有漏 但毕竟 这与预计的人生差太多 何江爸爸也曾不能接受 好 很棒 爸爸看 好 再来 我看 上面 上面没有刷到 跟许多自闭儿童的爸妈一样 流干眼泪 怨恨命运 双胞胎又各有不同的症状 带孩子是双倍的体力活 他还想着改变孩子 那有小孩之后 因为小孩出生之后 他们一直状况都不是太好 因为一直哭 一直闹 我曾经 我曾经 大概一天 一个礼拜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因为他们会反复交叠地在哭闹 那情绪也很多 图卡 图卡放好 拿喝水 拿喝水的给我 孩子渐渐大了 他必须专职一打二照顾孩子 连收入也暂时失去了 更慢慢意识到 生活不会再像为人父之前 预料的那样 孩子会有长大成熟 可以放手的一天 那天还很远 可以淘水 对 我曾经最困难的时候 我在开车 后面两个小孩在自残 在打头 那我只能停高在旁边 大概这是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 我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就是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我那个时候开在桥上 很想要把我这台车开下去 他也崩溃过 这才明白 如果把眼前生活 看成必须解决的问题 痛苦也会是必须 孩子们的生活 就是重复固定 照顾者能做的或许 并不是改变孩子 他们要结构化的训练 这样他们的那个生活 生活才会有安全感 孩子内心需要的 不是大人眼中的进步改善 而是安全感 好 走咯 赫江爸爸当时 可求的是突破 但每日必须陪孩子 过重复又重复的日子 自己天天情绪波动 也不是办法 我看到了一本书 那这书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有得到一点点方向 他书里面是这样讲的 我看到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这是一条困惑的路 那你永远不知道 方向在哪里 但是你要知道 要回到最初 先这样 最初就是想要有孩子 成为父亲 不是一个有权忘子成龙的人 而是成为陪孩子 同走一段人生的人 可将爸爸每天像在独白一般 与孩子说话 孩子到底懂多少呢 放下期待 他看到孩子的情绪 渐渐稳定 那我知道答案就是 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 就是陪伴 因为小孩子其实 他需要的是稳定的情绪 那如果我自己够稳定的话 他们也会稳定 那他们够稳定的话 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改善 那也会有自信 应该是说 无路可逃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把这个困难 当成困难了 因为已经无路可逃了 无路可走了 我就只剩下 这两个小孩子要带 那还有什么答案要做呢 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 就是好好的把他们带好 下来 来 手牵 手牵 不要动 旁人看来 贺江爸爸的一个早上 要做好多事 一个早上好像很长 这才到学校 孩子觉得安全的陪伴 是爸爸牵手送进教室 上学的意义 是让孩子慢慢地 甘愿地接触外界 摸索出生活之道 好 好 快到了 好 快到了 没事 没事 好 走 好 不争气 好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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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有故作行为 他们会有一些自我刺激的行为 自我刺激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一般人在呼吸的状况 但是他们呼吸的状况可能是 他是戳手或者是他一定要捏自己 或者是一定要跳 他的那个自我刺激的感觉 就会变成 这样他才可以舒服 他才可以觉得自己 得到了一些舒缓 调节 所以 自我刺激 对于故作行为 其实都是他们日常生活必须的 只是说我们要慢慢 我慢慢地要把它调整成 就是可以 在这个社会上面 可以让人家接受 毕竟孩子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有时候孩子打自己的关节和手 只是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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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长 晚安 或者做事情有一定仪式 几点钟一定要如何 去哪里必须同一个路线 既然自己从没想过要丢下孩子 会将爸爸决定就尽心陪伴 孩子的故作行为 仪式化 其实都是要安全感 送上学后 还得陪其中一个在操场走一圈 这些东西其实是 慢慢慢慢地去 一步一步地去陪伴 然后去了解他 让他知道我了解他 哈啰 知道别人了解他 同理他 同理不是用嘴巴说的 是用陪伴出来的 既然知道自己不会丢下孩子 就得调整自己 明白孩子有情绪说不出也是辛苦 何强爸爸决心不把期待 变成重担 加给孩子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应该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好好的照顾他们 我自己是这样设定的 好好的照顾他们 那把他们一定能力培养出来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成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样就够了 这样我也会很开心 我到老了也会很开心 他们也会很开心 自己不逃避 也不勉强孩子 放掉执着与期待 送孩子上学后 和将爸爸吃个早餐 会在附近校园打拳 没想到不能让他发财的画画打拳 现在竟是平静身心最重要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这两个小孩是 让我重新学会做人 就是说 重新学会认识自己 那我觉得生命当中 有一个课题非常困难 就是认识自己 我这两个小孩 是拿来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因为 我遇到了这么庞大 那么巨大的一个难题 我如何去找自己的资源 去让自己平静下来 有苦说不出的孩子 盼望被理解的单纯生命 可能比你这做父母的还辛苦 过去学画画的贺奖老爸 当然也发挥所长 把与自闭同的相处之道 画在T恤上 让更多人明白 那其实 我是想要讲的是说 普遍来讲 大家对于这类的小孩 自闭症的小孩 其实不是很了解 会觉得说 他们是有攻击行为的 其实不是 而是他们是在探索一些 探索学习一些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可以对于这种小孩子 多了解一些的话 就会知道说 其实 他们其实很友善 也很喜欢跟人互动 过去以为无用的东西 现在是挺有用的事 因为专职雇小孩 时间零碎 无法找上班工作 自己做小生意也不容易 何江爸爸想到 过去自己母亲常做的下饭小菜 回家去学 拿画笔的手 现在敢拿锅铲 现在就是要让它炒干一点 让它水分 水分瘦多了 但平日的生活也要维持 别人的下饭小菜 是这个家庭的生计来源 此刻听着音乐下厨 是何江爸爸每天 要为自己充电的正能量时刻 那萝卜会有水分 要让它炒到 让它水分收掉 然后这边的话 是让它盐分洗掉 多汁的萝卜丁 腌得咸咸的小鱼干 都要进热油锅里过一过 吹干后 一勺勺装进袋里秤重 手工仔细 每天做固定的量 何江爸爸说 带孩子这几年 自己也有改变 许多事拆成小步骤 安心的一步步做 好好感受当下就好 别给任何人压力 我觉得 我不会拿 因为他们情绪变少了 而肯定自己说 我好像变得很厉害 我反而是觉得 他们肯定我的方式 或许是一种 非常细微的一种肢体语言 可能是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可能是我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 他们跑过来压一下我的杯子 然后对我笑一下 这些互动很多 那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是很妙 像我们三个是躺在一起睡觉 我们都是同一个房间 那有的时候他就会故意 趁我很累睡着的时候 他故意把那个脚放到我的嘴巴 就是诸如此类的 因为他跟我变成是一种 像朋友又是父亲的关系 我觉得陪伴自闭症 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 甜咸交错 浓缩成丰富的滋味 和将爸爸慢慢摸索出 安定自己心情的方式 好好专心陪伴孩子 就是一天美好的日子 把晚货又该去学校接孩子了 这几年来我有发现 我情绪稳定了之后 他们也稳定了 即使还是会有情绪 但是这个情绪是 他知道我了解他的那个状况 那有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是 他们在一些像我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 他们会跑过来 从我后面抱住我 或者是对我笑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蛮开心的 可能到了很大的时候 大孩子的时候 他们还是很纯真 单纯地欣赏彼此 可将爸爸从自己被孩子改变了的人生中 摸索出让自己安心平静的能力 亲情的本质是什么 陪你爱的人 一天天好好过日子 如此而已 自己平静才能够帮助孩子平静 但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您看的是 还有一些机构 在努力设法帮助特别的孩子 不是所有孩子都一样 特别的孩子 有他特别的教育跟陪伴的方式 而平安基金会 就正在帮助听审儿学习沟通 一起呼吹楼下 抱着轮轮坐上婴儿车 费尽力气带她上楼看这扇门 只为了让她学习 什么叫做关门 关门又要怎么表达 关起来 关起来 要这样子关啊 要这样子关啊 就是自然时候就关了 关起来 关起来 好 好 好 为了帮助轮轮建立手语词汇 老是费尽苦心 利用各种方式 让听审儿了解世界上的酸甜苦辣 开间汇出碗 可以 开间汇出碗 开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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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酸的苦的是什么意思 亲自让伦伦常常看 再教她手语怎么比 手语老师就这样子带着听审儿 一步步认识世界 一开始在教小朋友的手语课程的时候 为了让他们辨识一些抽象的词汇 小道具就很重要 像是颜色就很抽象 所以自卡就要让她们辨识出来 我们现在就来考考看 像是她刚刚摸头发就代表这是黑色 所以她答对了 林雅真老师是资深的特教手语老师 经验丰富 但是基金会觉得对她好抱歉 因为资金压力一个小时只能付600元终点费 不过雅真老师仍然是努力的教论论 连她的姑姑也要一起教 她还没有加上文字 这是自然说 就是这样子 文字还有另外一回事 这个要说没关系 没关系 家人要学习 然后回去跟她互动 这样子 可是因为教学也是蛮多的 有时候都会忘记 基金会想要全面帮忙 却因为资金不足 压缩到了手语老师志工的经费 让他们觉得 对这些爱心老师很愧疚 全家起学才能融入无声世界 手语老师一个个停损家庭的跑 但志工老师一趟补助才20元 老师用心教学 不过一堂700元的手语课程 对很多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 是个负担 因此基金会想了个办法 听准家庭付250元 基金会帮忙付450元 却也让基金会负担增加不少 我们需要很多经费 很多因为说一个小孩子来 我们叫他一个小孩子 不是 我们要叫周遭的人 可以跟他讲话 所以我们付出的成本 就会比较高 由于基金会除了政府补助之外 另外还有三成自行募款 目前还有将近100万的资金缺口 不过基金会仍然在困境当中 努力传播手语教学 还好吗 跟社区共事协会合作 用绘本来教手语 让更多人了解手语 也让听损家庭 有了另一个选择 讲话的时候 其实你就跟他带路说 我现在在讲话 比如说我要洗澡 或者是我要吃饭 那当他没有扶具的时候 我这样比他就可以知道 手语对于听损人来说 不只是一种沟通方式 他是爱的语言 既有手语让他们认识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他们 生活不总是轻松快乐的 每个一步一脚印的主角 都经历过难关 而经历难关的时候 想办法突破难关 撑过来再回头 就是一步一步动人的脚印 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我们下礼拜就见 谢谢大家